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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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女王PART2 美丽教祖 好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大盘呢 是收跌188点 但是呢 老师一大早带怎么样 带老师昨天加入的会员 以及什么 老师全部的会员 我们买了什么 买了一档充电桩概念股 然后呢 不到九点半就怎么样 就涨停半 好那是哪一档呢 我们等一下再来说 那我们先来聊一下大盘 好 那我想说今天跌188点 那你的心情应该是会很担忧 会想什么 这个大盘要反转了吗 但是我觉得不这么认为 老师的看法 一样很坚定 这个盘会怎么样 直奔188 好怎么说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大盘有什么 出权行情有什么 33万张的融券 要做一个回补 好再来外资呢 5月6号 就是外资5月到6月 买了多少 买了2334亿的台股 好再来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 我昨天有在这边讲 前五个月 外资已经汇入的多少 207亿美元 好亲爱的投资朋友 去年外资一年汇出多少 135亿 好去年外资汇出了135亿 结果去年怎么样 跌了一年 但是今年呢 才5月而已 外资买了多少 207亿 所以你想这个行情 会怎么样 会反转吗 会这样子就没了吗 我觉得不会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用周线来看 亲爱的投资朋友 其实呢 有时候用日线太短 我建议用周线 好你可以发现喔 周KD一样啊 多头排列啊 一样就是多头格局啊 MACD怎么样 趋势还是一样 柱状体还是加大啊 所以你觉得 这个行情会下来吗 再来 6月份 因为今天的跌是什么 就是说大家在等待什么 FED 他这6月到底要不要升 但是呢 几乎啊 就是现在比较倾向什么 暂缓升息 好那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张简报老师天天说 你看 FED停止升息后呢 2006年的6月 跟2018年的12月 两次怎么样 平均上涨多少 28.6 好那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感觉 外资他汇进来 是要干嘛用的 是要买台股用的 那为什么要买台股 因为他也知道什么 FED 6月如果 暂缓升息过后 大盘会涨28.6% 好那这样子呢 怎么样 他这笔钱 刚好可以呈现在什么 逢低成接 好亲爱的投资朋友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昨天老师是不是有教大家一个指标 威廉指标 那我们看 我们威廉指标 现在在什么 就是-20附近 好如果长期在0跟20中间 会怎么样 行情会走一波 怎么会有一波的行情 好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再跟大家验证一张简报 好那这个是用周线来看 如果说你看他在高档 对不对 威廉指标在-20之上 他走一波多头有没有 12000到18000 那现在你看这边的位置 跟这边的位置 是不是很像 所以怎么样 验证了什么 拉回就是一个好买点 好亲爱的投资朋友 昨天老师在这边说什么 万论对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万论 那我前天有说这个台积电呢 他股东会说什么 深层式的AI 因为需求增加 所以台积电怎么样 他这个先进封装的怎么样 产能吃井 好那产能吃井要怎么样 要扩厂 那所以老师在这个6月2号的时候 就带老师的会员做什么 我们看一下这个设备 就是封装的设备股 好那设备股是什么 我之前是做这个红朔嘛 对不对 但是呢我说过了 小资主跟老师说 老师我的资金有限 我只有30万 你可以介绍小资主负担的起的吗 有老师怎么样 量身定做了什么 万论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万论当时呢 老师是在78块附近 带这个会员进场 那为什么我会找到呢 因为什么外资在买 对不对 投信在买 对不对 筹码确定了 这时候我们就勇敢的进场 对78 好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认为说 今天跌了188点 那这只股票 那是不是跌很深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万论今天怎么样 虽然跌下来又收上去 有没有 那我们用日线图来看 你有发现吗 他收了一个下影线 长的下影线 亲爱的投资朋友 长的下影线代表什么呢 代表什么 低档有买盘 低档有买盘 所以这个行情 这档个股呢 还是怎么样 对老师来说 我怎么带会员呢 我们是持股虚报 好 那你说老师 那万论看到哪里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万论 你看这个是周 周 你看他周K连四红 对不对 周K低开口扩大 所以右边很宽阔 你知道吗 我觉得有机会挑战什么 就是去年 就是六七月的高点 六七月的高点 那讲白一点 六七月高点到底在哪里呢 那以现在来说 可能还有这个二三十块的空间 好那我们看一下万论 我们目前是赚了20% 对不对 那我们多少 序报 好那万论 你说老师为什么当时 你基于什么理由选万论 好那理由很简单 为什么 好你看一下万论 他是半脑体设备 对 他有八成是在做什么 先进封装 对不对 那灰达呢 增加台积电的头片 对 然后呢万论是什么 台积电的合格厂商 那再来呢 台积电他要赴日本设厂嘛 那万论也去日本 那干嘛就地服务 那所以呢万论下半年的订单 再来呢三四年的订单都不用筹了 所以基本上怎么样筹码面有了 对不对 因为他也算是法人啊 持续买超筹码面有了 然后呢基本面也有了 怎么说 因为他这个四月营收是成长 再来他未来三四年的订单不筹 对 再来就是技术面 对技术面也有啦 怎么说你看 如果说这档个股是很弱的 没有续航力的 你看像昨天涨停创高 照理说他会回撤 乖离过大会做一个回撤 但是他并没有 他收一个长的下影线 有没有 今天尾盘还是这样拉上去 好 拉上去代表什么低档有买盘 所以我们就怎么样 持股续报 好那今天呢 老师又带老师的特别会员 进了一档 好刚刚有说什么 其实刚刚有说这个 你看台积电的什么 这个先进封装怎么样 才能吃紧 那这时候呢 你看到这个 刘登英董事长在法说会啊 就说 他们这个先进封装才能吃紧 这时候你就要立即去注意什么 台积电自己的先进封装的厂 那老师就带特别会员进了什么股票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精彩 它是什么 它就是台积电的这个封测 封测厂商 好那这档个股呢怎么样 老师认为呢 它会是什么 头信作战股 因为我刚上来录影看了一下 头信今天还在买耶 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用周线来看 有没有 它周KD也是什么 周KD也是开口扩大 再来呢 你看呢 它的周线呈现什么状态 头肩底打底完成 有没有 头肩底 再来呢 它股价占上20MA 好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记得吗 之前老师怎么说 占到20MA的这个股票 它会有一波什么 至少20%以上的什么涨幅 好 那有哪一档 是老师曾经带会员做过 然后呢 它涨幅多少 43%以上 是哪一档 3617的什么 硕天 那我们来看一下硕天 好我们当时是买在136 对吧 那我当时会买它是因为什么 它股价占上整理平台 有没有 老师喜欢这样子的股票 为什么 你看它在整理的时候 这边是没有量的 对不对 然后它股价突破整理平台 在拉的时候量是出量的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 我们在这边赚43%走了 那它整理完呢 今天怎么样持续向上 好这边周KD有什么交叉 那你说 老师为什么你要在讲硕天呢 因为今天老师的粉丝跟我说 他当时看我的节目 他就买了硕天 那今天涨停板了 他问我老师要续报吗 所以呢 我在这边解释了解答了 因为怎么样 周KD一样怎么样 他这个KD一样交叉 有没有 所以这个怎么样 还会续涨 续涨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说精彩 他怎么样 他投信一直买 好那我们看一下 筹码的部分 你看他投信怎么样 一直买对吧 投信这几天已经买了4天 那外资持股已经来到了7% 有没有 那昨天老师的指标 已经做一个翻多的讯号 那精彩他金元封装 他占比怎么样 占了多少 72% 所以说呢 我们从什么 我们从这个刘德英董事长说 台晶店的先进封装 产能吃紧 你就要怎么样 你就要赶快去找 这个先进封装的股票 当然呢今天一大早 我们的特别会员也已经进场 然后呢已经怎么样 获利出场 他跟我说老师 我都习惯做day trade 我说哦好 那因为呢 早上老师带会员做什么 做一档个股 好充电装 做充电装 那一大早怎么样 开盘前就做一个介入 结果呢不到9点半 涨停板 好那老师特别会员就跟我说 就说他今天赚多少 他今天又赚了快10万块 就是这档这个 充电装概念股 好那这个是哪一档呢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老师再来跟大家说 好咯 成通头顾美女老师 硕天43% 华星光25% 见准25% 红硕28% 艾浦23% 即将推出新标股 22752-5868 尽情把握跟上脚 请你速下专线 022-2752-5868 02752-5868 全通头顾美女老师 输天43% 华星光25% 剑准25% 红硕28% 艾浦23% 即将推出新标股 尽情把握跟上脚步 请您速下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回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老师在8点40几分 我是发什么样的讯息给老师的会员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是6月8号对不对 来8点47分 我说今天注意什么 充电桩 好 见机是我们手上的持股 那这一档涨停板 好 亲爱的同志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档个股 你看我很明确的多少 我在这个开盘前 我就跟老师的会员说 要买这一档 你看我们的指标繁多对吧 那我们695介入 好 那这档个股在做什么的 它有什么基本面 让老师觉得一定要买它 对不对 买股票要有一个理由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档个股它是什么 做充电桩自动支付的业务 那这档个股呢在北美 它大概8成的订单都在北美 然后呢你看 全球充电桩的建制 对不对 北美成长力到最强 那2023到2025怎么样 复合成长率达4成 好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家公司很厉害哦 怎么说 因为你们知道就是 而美国人工很贵嘛 对不对 所以呢就必须要什么 自助加油 这个需求就提升 那它刚好是做这个 自助支付的业者 好 那它怎么样 它就采用最新的技术 AI的技术 对不对 导入这个自助加油 所以说呢 它今年的营收 其实它现在的订单 它已经怎么样 已经现在才多少 6月嘛 它现在的订单 已经超越去年整年了 所以它今年的业绩 也会怎么样 足迹成长 好 那就是刚刚有说嘛 我们是在多少买的 我当时在695买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那时候冲到涨 这个8%的时候 我就发一个讯息 给老师的会员 我说即将涨停办 那当时的会员 都是很开心 怎么说 他完全忘记 今天早上是点100多点 完全的忘记 他还说老师好棒哦 真的是很棒 那我觉得当时 我的心情就是 就是 怎么说就是怎么讲 我就是觉得 我很荣幸 又觉得说 我很快乐 这个快乐 来自于我的成就感 那所谓的成就感 又是什么 就是会员赚钱 很直接就是 会员一大早 不到9点半 会员就 他那个讯息 我只能说 快把我的手机怎么样 那个声音快怎么样 响爆了 因为就是一个开心 今天就是非常的开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只想把我的这个正能量 我的心情怎么样 我把它传播给你 让你知道说 其实快乐很简单 怎么讲 因为我觉得这个来市场 来这个股票市场 对不对 无非就是怎么样 想赚钱 那今天有一个粉丝跟我说 老师 我的心好痛哦 我说怎么了 他说高价股都跌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 选一个老师当然重要 那选一个能够让你快乐 的老师更重要 对不对 像我的会员今天就怎么样 心情就是很愉快 每个就说 因为我这档个股是为谁而叫 首先第一个为我的会员而叫 第二个为新会员加入而叫 为什么 因为看我电视加入的会员 他们都没办法再买到之前什么 像我优标写的 那个广定涨停板 也没办法买到什么广运23% 也没办法再买到什么红硕31% 没有办法 好那我说过 我最厉害的是什么 策略悬固 好那我一大早 对不对 我昨天晚上其实就选好了这档 那我一大早8点40分 就带什么会员进场 那所以呢今天就怎么样 涨停板 那我算过了 对不对 十张就四万期 相当于什么 中阶主管的薪水 那我这个就是快乐的分享 因为我想要怎么样 我想要大家跟我的会员一样 怎么样 当一个快乐的什么 财富自由的人 其实我觉得快乐蛮重要的 就是投资股票不要就是很揪心 跌也担心 涨也担心 为什么你说老师涨也担心 因为没进场 所以涨就很担心 对不对 那这个行情我只能说什么 它就是叫嘎空售 再来什么嘎空单 那进而更厉害什么嘎借卷 所以我觉得这行情就是好好的把握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老师刚有讲 对不对 见机也是我们手上的股票 对不对 好见机 那我们看一下 因为见机我们是买在多少 85块 目前还有一半 那我算过了 一张价差也9.9 好我们算10块好了 现在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五张见机 今天怎么样 替自己的荷包怎么样 又怎样 又多增加了 如果五张就多增加了5万 不好吗 我觉得很好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尾盘 这个是尾盘老师的会员跟我说 老师广域涨停了 我说我知道怎么了 他说我赚了2万多 然后我宇专 宇专 宇专我也赚了2万多 他说老师我把这些钱怎么样 他卖宇专转什么 转入我每天说我的爱股 对不对 他觉得 他说宇专转20%够了 他衡量够了 他想要换什么 想要换我每天在这边讲说 可能涨一倍的爱股 对不对 那我们先来讲 广定 你说老师广定你怎么看他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获利 但是我不看淡他 我们来看一下广定怎么样 今天来一个涨停版 好那这个广定呢我们看一下 你用日线图来看 他怎么样你看 他突破了整理平台 怎么样 他今天就冲一个涨停版 有没有 MACDD跟翻红 好今天的投资朋友 其实MACDD跟翻红 他什么 他就是今天才刚走多头 那后续呢还有一段的涨幅 好那这档个股 是在做什么的 做什么的 其实他叫什么 转机股 听好转机股 其实如果亏转盈的话 后面会这样 会有一大波的行情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广定他怎么样 他去年亏转盈 对不对 而且现在他转型到除能的领域 其实呢现在就是这样 话题性 有梦最美 你现在只要有一个除能 那现在刚好是在涨除能 因为夏季电费 节能减碳 所以这个有除能的题材 他就会怎么样 他不是走一天 他是走一阵子 那你看他怎么样 他有自己的品牌 除能的产品 他有自己的品牌 而且他签很多案子 下半年会比上半年 好那我觉得 他最恐怖的是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 他5月的营收 竟然成长了158% 好亲爱的投资朋友 其实我刚看过了 如果你营收自己加起来自己算 他今年第二季的营收会怎样 会比第一季来的什么 来的好 来的好 好那你说老师那广定看到哪里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知道大家最想要的就是 一档个股老师已经讲了 那你们想知道的说 老师目标价在哪里呢 好我跟你们说 好你看广定他MACD才刚翻红 对吧 你看他也是怎么样 占上20MA 那他这档有机会挑战2021年7月的高点 哇7月的高点不少 好不少 那我们用月线来看 他曾经也满彪悍的 你知道吗 他从63涨到多少 182涨了多少 三倍 那这个时间点就是我说的 2020年那一波的多头 12000到18000的多头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老师讲到这边 你还会觉得大盘要反转吗 其实真的这一波叫做什么 拉回就是一个好买点 好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每天都在说这档个股 就是怎么样老师的爱股 我觉得我蛮看好他的 因为他是做散热 那我的题材就不多讲 每天都讲一样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他今天收10字K 我觉得拉回又是一个买点 而且他股本才多少 7亿 股本才7亿 好那我讲过他是做什么 电竞笔电的什么 就是那个散热模组 好那昨天呢 亲爱的投资朋友 昨天外资竟然买2000多张 投信买了400多张 你知道吗 外资买80几块 83 那今天这档个股 收在82附近 所以我认为 拉回是一个好买点 好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觉得现在介入还来得及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会翻倍 好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想要跟老师的 来得粉丝团朋友一样 每天盘前就知道今天 最会涨的股票是什么 你就扫老师的light 老师今天盘前讲什么 易有网 昨天讲云品 这两天都怎么样都上去了 那如果你想跟老师的会员一样 每天开盘都有标股 而且标股都会怎样 当天涨停 而且会连续涨不停 那就怎样 趁广告的时候 打电话进来我们公司 那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人除陈通投顾联络电话之外 个人绝无经营任何粉丝团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优独立则 殿前面